传道书 第一章 在耶路撒冷座王 大魏的儿子 传道者的言语 传道者说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人一切的劳碌 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 有什么益处呢 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地却永远长存 日头出来 日头落下 极归所出之地 风往南瓜 又向北转 不住地旋转 而且返回转型原道 江河都往海里流 海却不满 江河从何处流 仍归还何处 万事令人厌烦 人不能说尽 眼看 看不保 耳听 听不足 已有的事 后必再有 已行的事 后必再行 日光之下 并无新事 岂有一件事 人能指着说 这是新的 哪知 在我们以前的世代 早已有了 已过的世代 无人纪念 将来的世代 后来的人 也不纪念 我 传道者 在耶路撒冷 做过以色列的王 我专心用智慧寻求 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 乃知神教世人所经练的 是极重的劳苦 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 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弯曲的不能变直 缺少的不能足数 我心里议论说 我得了大智慧 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 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 我又专心查明智慧 狂妄和愚昧 乃知 这也是捕风 因为多有智慧 就多有愁烦 加增知识的 就加增忧伤 传道书 第二章 我心里说 来吧 我以喜乐试试你 你好享福 谁知这也是虚空 我只嬉笑说 这是狂妄 论喜乐说 有何功效呢 我心里查究 如何用酒 使我肉体舒畅 我心却仍以智慧引导我 又如何持住愚昧 等我看明世人 在天下一生当行合适为美 我为自己动大工程 建造房屋 栽种葡萄园 修造园柚 在其中栽种各样果木树 挖造水池 用以浇灌嫩小的树木 我买了仆币 也有生在家中的仆币 又有许多牛群羊群 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 众人所有的 我又为自己积蓄金银 和君王的财宝 并各省的财宝 又得唱歌的男女 和世人所喜爱的物 并许多的妃嫔 这样我就日渐昌盛 胜过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 我的智慧仍然存留 凡我言所求的 我没有留下不给她的 我心所乐的 我没有禁止不享受的 因我的心 为我一切所劳碌的快乐 这就是我从劳碌中所得的份 后来我查看我手所经营的一切事 和我劳碌所成的功 谁知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在日光之下 毫无益处 我转念观看智慧 狂妄和愚昧 在亡以后而来的人 还能做什么呢 也不过行早先所行的就是了 我便看出智慧 智慧人的眼目光明 愚昧人在黑暗里行 我却看明有一件事 这两等人都必遇见 我就心里说 愚昧人所遇见的 我也必遇见 我为何更有智慧呢 我心里说 这也是虚空 智慧人和愚昧人一样 永远无人纪念 因为日后都被忘记 可叹智慧人死亡 与愚昧人无异 我所以恨无生命 因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事 我都以为烦恼 都是虚空 都是捕风 我恨无一切的劳碌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的劳碌 因为我得来的 必留给我以后的人 那人是智慧 那人是智慧 是愚昧 谁能知道 他竟要管理我劳碌所得的 就是我在日光之下 用智慧所得的 这也是虚空 这也是虚空 人在日光之下 人在日光之下 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 天空也是捕风 传道书第三章 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生有时 死有时 灾中有时 拔出所灾中的也有时 杀戮有时 医治有时 拆毁有时 建造有时 哭有时 哭有时 笑有时 哀痛有时 跳舞有时 抛直石头有时 堆具石头有时 怀抱有时 不怀抱有时 寻找有时 失落有时 保守有时 舍弃有时 撕裂有时 缝补有时 静默有时 言语有时 喜爱有时 恨物有时 征战有时 和好有时 这样看来 做事的人 在他的牢龙上 有什么益处呢 我见神 叫世人 劳苦 使他们 在其中 受精炼 神造万物 各按其时 成为美好 又将永生 安置在世人心里 然而 神从始至终的 作为 人不能参透 我知道 向前存敬畏的心 我 向前存敬畏的心 因为在那里各样事物 一切工作都有定时 我心里说 这乃为世人的缘故 是神要试验他们 使他们觉得自己不过像兽一样 因为世人遭遇的兽也遭遇 所遭遇的都是一样 这可怎样死 那个也怎样死 气息都是一样 人不能强于兽 都是虚空 都归一处 都是出于尘土 也都归于尘土 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 兽的魂是下入地呢 故此我见人莫强如在他经营的事上喜乐 因为这是他的份 他身后的事 谁能使他回来得见呢 传道书第四章 我又转念 见日光之下所行的一切欺压 看哪 受欺压的流泪 且无人安慰 欺压他们的有势力 也无人安慰他们 因此 我赞叹那早已死的死人 胜过那还活着的活人 并且 我以为那未曾生的 就是未见过日光之下恶似的 比这两等人更强 我又见人 为一切的劳碌和各样灵巧的工作 就被邻舍极度 这也是虚空 也是捕风 于美人抱着手 吃自己的肉 满了一把 得享安静 强如满了两把 劳碌不丰 我又转念 见日光之下 有一件虚空的事 有人孤单无二 无子无凶 竟劳碌不息 眼目也不以钱财为足 他说 我劳劳碌碌 刻苦自己 不想服乐 到底是为谁呢 这也是虚空 是极重的劳苦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二人劳碌 同得美好的果效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 没有别人扶起他来 这人就有祸了 再者 二人同睡就都暖和 一人独睡 怎能暖和呢 有人攻胜 孤身一人 若有二人 便能抵挡他 三股合成的绳子 不容易折断 贫穷而有智慧的少年人 胜过年老不肯纳贱的愚昧王 这人是从监牢中出来作王 在他国中生来原是贫穷的 我见日光之下一切行动的活人 都随从那第二位 就是起来代替老王的少年人 他所治理的众人 就是他的百姓 多得无数 在他后来的人尚且不喜悦他 这真是虚空 也是不疯 马太福音第一章 亚伯拉海的后裔 大魏的子孙 耶稣基督的家谱 亚伯拉海生以萨 以萨生雅各 雅各生犹大和他的弟兄 犹大从他马市生法勒斯和谢拉 法勒斯生西斯伦 西斯伦生亚兰 亚兰生亚米拿达 亚米拿达生拿顺 拿顺生萨门 萨门从哪和市生波阿斯 波阿斯从路德市生俄贝德 俄贝德生耶稀 耶稀生大魏王 大魏从乌里亚的妻子生所罗门 所罗门生罗伯安 罗伯安生亚比亚 亚比亚生亚萨 亚萨生约沙法 约沙法生约兰 约兰生乌西亚 乌西亚生约坦 约坦生亚哈斯 亚哈斯生西西加 西西加生马拿西 马拿西生亚门 亚门生约西亚 百姓被迁到巴比伦的时候 约西亚生耶哥尼亚和他的弟兄 迁到巴比伦之后 耶哥尼亚生萨拉铁 萨拉铁生索罗巴伯 索罗巴伯生亚比玉 亚比玉生以利亚境 以利亚境生亚索 亚索生萨都 萨都生亚经 亚经生以律 以律生以利亚萨 以利亚萨生马旦 马旦生亚各 亚各生约瑟 就是玛利亚的丈夫 那称为基督的耶稣 是从玛利亚生的 这样 从亚伯拉罕到大魏 共有十四代 从大魏到千至巴比伦的时候 也有十四代 从千至巴比伦的时候 到基督 又有十四代 耶稣基督降生的事 记在下面 他母亲玛利亚 已经许配了约瑟 还没有允许 玛利亚就从圣灵 怀了狱 他丈夫约瑟 是个义人 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 想要暗暗地 把她羞了 正思念这事的时候 有主的使者 向她梦中显现 大魏的子孙约瑟 不要怕 只管娶过你的妻子 玛利亚来 因她所怀的孕 是从圣灵来的 她将要生一个儿子 你要给她起名 叫耶稣 因她要将自己的百姓 从罪恶里救出来 这一切的事成就 是要应验主 借先知所说的话 必有童女 怀孕生子 人要称她的名为 以马内力 以马内力 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 约瑟醒了 起来 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 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她同房 等她生了儿子 就给她起名 叫耶稣 诗篇第九十二篇 安息日的诗歌 称谢耶和华 歌颂你至高者的名 用实弦的乐器和色 用情谈优雅的声音 早晨传扬你的死爱 每夜传扬你的信实 这本为美事 因你 耶和华 借着你的作为 叫我高兴 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 耶和华 你的工作何其大 你的心思极其深 初类人不晓得 鱼丸人也不明白 恶人冒盛如草 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 正是他们要灭亡 直到永远 为你 耶和华 耶和华 是至高 直到永远 耶和华 你的仇敌都要灭亡 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 你却高举了我的脚 如野牛的脚 我是被心犹告了的 我眼睛看见仇敌遭暴 我耳朵听见那些 起来攻击我的恶人受罚 一人要发望如棕树 生长如粒巴嫩的香薄树 他们栽于耶和华的殿中 发望在我们神的院里 他们年老的时候 仍要结果子 要满了枝浆而敞发青 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 他是我的磐石 在他毫无不意 在他毫无不意